这么多现金 小王啊 我替施主谢谢你 来来来来 快请坐 小王 你这件事情做得太好了 实惊不寐 做了件大好事 你放心 明天就把你这个事迹 放在咱们小区的宣传栏 而且要上头条 让你成为咱们小区的红人 成不成为红人啥的 那我觉着都不要紧 我现在就想好好回家 成为一个活人呢 今天早上吧 我媳妇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去还房贷 我这走半道 我就把这一万块钱 给别的女人花了 再客气不了你 小王啊 你说你那胆子也太大了 你媳妇是干啥的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卖木地的吗 你说这事她要知道了 脾气一上来 再把你充了业绩 你怎么说话 就吓人呼啦 你听我说干啥不是这么回事 我今天晚上不去还房贷吗 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胡同前 我就看着一个老太太66岁 就哗就摔那了 我一看这四周也没人啊 我就给扶起来了 然后我就给送医院去了 人家大夫说她老严重了 说她必须得住院 让交一万块钱的住院押金 我兜里不正好有一万块钱吗 我就给交了 交完之后 我兜里这一万块钱不就没了吗 我媳妇知道这一万块钱要是没了的话 得整死我呀 哥 是为这个事啊 我怎么说 没事 这事交给我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也不要那么紧张 你把这个事跟你爱人说清楚不就完了呢 哎呀 哥呀 我要跟我媳妇说她能相信 她不就好了吗 她根本就不信了呢 她为什么不相信呢 哎呀 就就我吧 我平时在家里 我愿意跟我媳妇说两句那种善意的谎言 明白吗 明白 就是隔三差五的有时候说个瞎话 我天天说 没事没事 我稍微有点晕 我怎么 哎呀 我说小玩啊 这就怪你了 你天天跟你媳妇说瞎话干啥呀 干哥 我家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点吧 对吧 我媳妇贼喇喇厉害 然后其实对我特别抠 我一天我跟她说点瞎话 斗着斗勇 我不就为了混点零花钱吗 你爱人不给你零花钱吗 给呀 给不就完了吗 给得少啊 少你得知足 再少 比我少啊 一个月给三十 你赢了 三十太少 回头我得跟他说说啊 得多给一点 三十太不像话了 哥 我跟你说 这事你要不帮我 我今天我真就回不了家了 你得帮我吧 你这事有点麻烦 那啥嘛 你说我呀 是个物业经理 是吧 我又不是妇女主任 这事我怎么帮你呢 这事 哥 我跟你说哥 咱小区的人都说 说人赵刚刚是这小区里 最正直的人 最正派的人 最正经的人 最善良的人 同志们都是这么反应的吗 反应都传开了 整个小区里 是 那这事我帮你 你看你是不是哥 我刚做了好事 我这是好人呢 这是 放心吧 组织上必须要保护好人 谢谢哥 这事交给我了 喂 谁呀 刚哥 我是小万呢 小万 我老公今天早上拿了一笔巨款出门了 到现在人都没回来呀 你快帮我查看咱们小区监控 你这要是再没有线索呀 我就只能报警了 小万呢 你别报警啊 你这样 你现在赶快来我屋檐一趟 好不好 我马上就过去 我媳妇啊 你媳妇马上就来 我 那我怎么扔呢 我呀 没事 你放心吧 有我呢 一会儿我来保护你 我孩子 我孩子 这样 你先到你那边 一会儿我叫你 你再出来 好吧 好 好 好 来 撒开 你别拽我 宜奶 宜奶 慢点 宜奶 慢点啥呀 因为你都耽误多多事了 懂我 你懒事没用 怎么没有用 这不看见赵缸子了吗 有用 小姨呀 怎么了这是 来来来 别着急 过这妈妈说 怎么了 人家缸子 我跟你说 我这今天到处找你呢 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大姑姑 我说吧 我能说清楚 你说 今天早上我起来吧 就是没梳头 没洗脸 我就出去溜达了 就碰到宜奶了 而是我就问我宜奶 我说宜奶 你干啥去 他说我有 你能不能说重点 他钱包留了 你那钱包里边 这有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千块钱现金呢 大姑姑你看啊 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少年 我说你来物业找你 没用 我带你去小区的拉锯队 你翻个遍 如果连那儿都没回话 好的 那就真丢了 我现在也不是假丢啊 跟你玩着呢 哎哎 黄好弦 我问你个事 这钱包丢了 跑垃圾桶找啥呀 奥妙就在这里呀 你想的大姑姑啊 你要是预算一个有良心的贼 嗯 他会把钱包打开 把钱穿在兜里边 把钱包扔垃圾桶里边 打 转给你 那要是没良心的贼呢 那就妥了 他会想方设法 给你发个短信 请把你的银行卡密码 告诉我好吗 谢谢 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比如说 这个人捡了钱包了 他在积极地寻找施主 如果找不着的话 他有可能送到我物业来 让我帮着寻找 那他得多二呀 王小强 你这么想可不对啊 现在 实惊不昧的人很多 大姑姑 要真有事的话 以后我就不管你叫大姑姑了 那你管我叫啥呀 我管你叫爷 你管我叫爷 那我见着你爷 我王叔 我怎么称呼啊 还咋称呼 以后你看着我爷 你就管他叫老弟 什么孩子 行 好好好 王小强 你可真行 哎呀 小姨啊 哎 来来来来来 小姨我问你个事 啊你说 您丢那个钱包是啥颜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 对 你看这是你的钱包 对这就是我的 等会等会小姨 还得旅行一下程序啊 这就是我的 里边有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千块钱现金 这银行卡是啥银行卡 一个是农业银行的 一个是工商银行的 答对了 你看看 哎呦天这钱都在这呢 一样都不少啊 你看你看我就说吧 你上垃圾堆翻没用 你得上物业来找嘞 啥话都要你一人说了 大姑姑 谢杨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 哎你来你来 啊 走 夏儿啊哎 我觉得你叫我大姑姑 就不合适了 就是啊 叫我张宁 对 什么呢 找不好的 你爷不是他老弟吗 哈哈哈哈 别闹 你哪个大姑姑 这是你千万别跟我爷说 他要知道这事的话 非提死我不可 说你这生孩子 看你以后还瞎 好 哇 我 我